北京时间的周一,突然爆发了三个与中国相关的大新闻 澳大利亚籍著名节目主持人陈磊在北京被拒禁 捷克议长不畏惧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威胁坚持不妥协 称更不愿意看到屈辱之后还是战争 中印边界在一起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背弃了前期谈判的承诺 这一期节目,秦鹏为您回顾三大新闻并进行评论 大家好,欢迎来到秦鹏正经观察,我是秦鹏 我们这个节目,重点是观察、评论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 以及中国相关的其他国家的重大事件,并关注中国转型 视频播出时间是美东时间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的晚上七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一、周二、周四、周六的早上七点左右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转发 本周开始,我们将尽可能每次先做视频首播 大家可以在首播的时候和我进行互动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或者在推特上和我交流 我推特的名字很简单,秦鹏 今天我要谈这三大新闻,本身都有很强的故事性,很值得观看 相互之间也有一个很强的内在逻辑 在当前风起云影的国际关系变换中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次国际社会大变革 我们先谈一下澳大利亚籍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陈磊被抓的事 首先提报这个故事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报道称中国政府拒押了为CG7N工作的澳级著名主持人和记者陈磊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确认8月14日收到消息 并获准在8月27日与他进行了视频通话 也是一种临时探视 目前CG7N的网站上删除了陈磊的个人资料网页 还有他以前的故事的视频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公开资料查到他的个人信息 这是一个少年天才型的人才 1975年出生 1985年10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民澳洲 19岁获得商学学位 做了8年的会计师或财务工作 2002年到CCTV的财经频道 很快转到了美国财经新闻台CNBC工作了9年 2012年至今在CG7N工作8年 这个事件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敏感点 一个是CG7N 我们知道这是中共CCTV的海外台 它招募国际人才以英语的方式 讲述中国故事 另一个热点是目前我们知道 因为澳大利亚今年以来要求调查中共病毒的来源 支持维尔联盟对中共强硬 导致了中华两国关系 目前很紧张很微妙 程磊被抓更增添了两国的紧张程度和博弈力度 程磊是第二名被中共当局拘押的澳大利亚人 之前被称为民主小贩的网络作家 民主人是杨恒均 之前被中共以间谍队指控 中国政府在过去的19个月中 拒绝让他的律师与他接触 今年7月 澳大利亚政府更新了前往中国的澳大利亚人的信息 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那么程磊为什么被抓呢 中共官方和ABC都没有给出解释 但是程磊这个人在北京的澳洲人圈子里很有名 主持商会和大使馆的大部分活动 程磊也深得中共的信任 参加过中共两会采访 所以有朋友猜测 可能是央视容易卷入中共内部的纷争 不过我猜测可能是跟他个人的个性有关 也与当前中澳两国的关系 和国际的反共的大环境有关 在ABC的网站上成立的自我陈述的视频中 以及2017年他接受澳洲大学的一个 微博官方账号的采访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很自豪于自己的双语背景 认为他成长于澳洲 这里的自由个性化对他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他也很喜欢讲述中国故事 在他的推特上他也自述是一个中国故事的热情演说家 在我来看他的悲剧可能恰恰来自于这里 与魔鬼共舞的要么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要么被黑暗吞噬 因为我们都知道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共大外宣的要求 中共对所谓的中国故事的定义 其实是只能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的一面 对于他严重的贫富差距 活摘器官和新疆、西藏、香港等的人权问题 中国经济的各种危机都是不允许触及的 这就导致热衷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成蕾 虽然涉及的主要是财经问题 却相当于充当了中共的化妆师 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帮助中共输血 直到他本人也被中共的邪恶吞噬 成蕾不是第一个遭到这种待遇的海外华人 1940年之后中共吸引了很多人回大陆 随后他们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被消耗了生命、青春和才华 中共改革开放之后 用表面的经济繁荣和所谓的政治开明、开放 再一次吸引了很多人 于是才有了上万名千人计划的国际顶牵人才 不顾法律和道义帮助中共窃取技术 也有很多华人帮助中共从海外吸引投资 或者帮助他讲述中共版本的中国故事 比如成蕾或者孔子学院的那些老师们 当然这也与当前的国际大环境有关 资深媒体人东方说 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对华政策 被一些观察家称为黄金八年 吸引了很多海外华人、科学家、学者、新闻记者 和企业家对那个乐园趋之热物 城里的悲剧来自不懂得中国和中共的区别 我想起《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迎春的叛词 紫系中山郎,得志便猖狂 金归花柳志,亦载富黄梁 这里的紫系合尔成孙 引指贾迎春的丈夫孙少祖 他家曾巴结过贾府,受到过贾府的好处 后来加资饶富 孙少祖在京席了职,又于兵部后缺提升 他便更得志猖狂,胡堕非为 后来反咬一口,虐待贾迎春 而中共恰恰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中山郎 无论之前明目张胆的搞阶级斗争 还是报复之后,或者与国际合作中 他的本质一直没有改变 也有机会就会反噬国际社会和帮助他的人 成员们认不清中共的邪恶明珠暗头 于是把自己变成了悲剧 今天我想说的另一个重大新闻 与前东欧国家捷克有关 这几天捷克参议院议长不顾中共反对 带领89名政界和商界的精英 在台湾访问,外界预计这将引起整个欧洲效仿 当然我关注此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这一点 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破窗效应 就是说路边的一扇窗户平时可能没事 一旦被人打破一块玻璃 就会有更多人效仿来打破这个窗子的更其他的玻璃 现在国际社会在美国的带领下正在发生巨变 捷克在欧洲破局 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家去打碎中共繁荣的窗子 暴露出他在人权和国际承诺 以及真实力量等等方面的真相 关于台湾,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对统一的认识过程 我曾经是一个狂热的大一统论者 直到后来一个台湾人问我 说我们希望统一 可是如果你是台湾人 你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会儿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杀老干部、杀学生、杀法轮功 你敢统一吗? 我半天无语 从那以后就发生了改变 因为很多事情确实架不住换位思考 己所不欲无实于人嘛 后来我看到台湾人普遍的高素质和大陆人形成了相平的对比 我进一步知道中国的一切问题根源是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行 是中共摧毁了太多美好的东西 但后来我看到了香港人抗议中共 看到台湾人投票抛弃与中共勾兑的国民党 我都很能理解 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欧洲访问 接连遭到拓败 吃尽了闭门羹 意大利总理拒绝接见 法国总统当面拒绝华为 所到之处全是质问与抗议 但是这不能改变中共的本质 它继续甩锅病毒的来源 鼓吹超额的完成WTO的承诺 威胁挪威不可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香港的抗议者 还威胁捷克议长威斯特·齐尔 访台是公开的巧信警告说 一定要让捷克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 付出沉重的代价 周一我们看到捷克参议院议长 威斯特·齐尔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发表的演讲 主题是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 对王毅的说法进行了回应 他以1938年慕尼黑协定 爱逢世界对中国的绥靖政策 英国和法国为了避免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同意牺牲捷克斯洛伐克 结果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 在战争与屈辱之间 他们选择了屈辱 但屈辱之后还是要面临战争 这段演讲我觉得很好地表达了捷克民意 这意思是说中共你吓唬我们没有用 面对这样的一个邪恶政权 我现在妥协也是屈辱 但是屈辱之后肯定还是战争 那么还不如我们勇敢地去面对 在演讲中 维特·齐尔还说 这次参议院副院长 教育委员会主席 经济委员会主席等人 都是自愿地访问台湾 做正确的事 短期可能没有利益 但长期肯定会带来利益 他提到1990年到30年前 捷克民主之父哈维尔的夫人 就应台湾的邀请到访 这让我们男人知道 女人很多时候比男人 更快地认识到正确的事情 也比男人更勇敢 他强调民主自由是捷克和台湾 最大的共同价值 必须努力地捍卫自由 真理正义 这是你们最好的见 也是最好的盔甲 捷克这个国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曾经实行社会主义 所以对共产主义的谎言和罪恶了解很深 也造成了现在反共的意志很坚决 捷克在1999年加入了北约 现在人均GDP2.3万美元 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 捷克民主之父哈维尔 1993年当选捷克总统 2003年在连任两届之后卸任 次年也就是2004年就访问过台湾 2008年他与时任德国总理的高克在布拉格签署了 关于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 2010年1月6号 他还发表了就刘晓波案至胡锦涛的公开信 关于捷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 或者是巧合 当然也许是预言吧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尤西坤 调侃说从历史上来看 与捷克民意为敌的强权 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好下场 所以他说看来中共无妙了 尤西坤还说 1618年捷克发生了智初窗外事件 接着神圣罗马帝国就衰败了 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后没多久 苏联就衰弱了 1989年捷克爆发了天鹅龙革命 后来一年苏联就解体了 我今天还想与大家分享的另一个大新闻 是中印两国边境爆发的冲突 8月31日上午10点35分 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2020年8月29日到30日的晚上 中共军队违反了先前达成的共识 进行了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试图改变现状 印度军方做出了反击 当天晚上9点多 中国媒体转发了新华社的报道 说中共西部战区发言人称印度非法越线战控 公然挑衅出尔反尔背信弃异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至于该选择相信谁的话 我想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中共其实不在乎中国的领土 也不在乎解放军战士的生命 但是呢 它那种不遵守国际规则和协议 不断挑起国际冲突 不断折腾的特点 却和习近平很相处 这样只能加速国际社会对他的围殴 我之前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说过 没有第二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中共没有盟友 所以只有世界各国对中共的群殴 所以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农派 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用这句话形容中共是很适合的 什么是真正的反动呢 虐待自己的国民反人类 破坏世界和平 宁于历史潮流而动 中共就是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 真正的反动派 上面我们分享了阿三大新闻 看了分散 但是呢 有它内在的逻辑 那就是对待暴政 对待中共 国际社会的态度 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我知道很多国内外的朋友 过去在中国发了财 但我觉得呢 这其实没什么 过去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后该如何做 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 你是愿意跟中共一条路走到黑 还是愿意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财产 和人生安危 在当前全球反共 中共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金钱 抛弃它呢 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及时的跳船 或者呢 吊转船头 非常重要 我们不妨看看 及时脱身的香港富豪李嘉诚 看看香港人 在今天 还在为了自己的孩子 在坚持抗争 也看看世界 浩浩荡荡的反共大潮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评论的朋友 关注我的频道并转发 谢谢大家